一次武林同盟的聚会 一次永不忘却的纪念 回首怀念展示 分至他来以武会友 缅怀武术家刘婉仓 缅怀这位得以双心 丰范永存的武术大将 今天是个好日子 京城武术界的同仁陆续来到这里 参加武术家刘婉仓先生 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 这些人群中 有武术界的领导、前辈 各武术门派的代表 还有刘婉仓的家属 亲朋、弟子 人们为流老而来 又以武术结缘 好一个武林盟友的聚会 本次活动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牵头主办 今年大会上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编辑室主任刘培一 首先介绍了刘婉仓先生的生平 之后 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光炳 北京无视太极拳研究会会长李炳慈 北京体育大学教授门慧锋 刘婉仓长孙刘延正等 先后在会上发言 大家从各自的视角 表达了对一代大师的深深怀念 汉腿里面还特别给我讲解 有一个叫胡权 他说的三中话我听不懂 后来他给我写出来我才知道 茶壶的胡 胡权 他的崇高品质 精湛技艺 我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会上中国武术研究院副院长张珊 北京市武协副主席毛新健 还回忆了当年与刘老交往过程中的 成年议事 在交完全以后 接收了外宾 送了一个全刚的 金工手表 他没有自己放起来 而且根据外事纪律的要求 交到我手里 也一天才补入五毛钱 他把这个金工手表交到我手里 是双日立的 我还记得 是我根据外事的要求 拿到东滩委托商行定价 120块钱卖给了刘晚昌先生 刘晚昌先生 在当时120块钱是相当的 他非 二话不说 自己掏钱买了这个纪念品 所以从遵守外事纪律方面 刘晚昌先生也是为您的表达 刘晚昌远及山东横来 他一声习武 弹腿 长拳 行翼 及各种器械 无衣不精 尤其擅长太极拳和推手 并担任北京无视太极拳研究会首任会长 刘老师这个对着推手呢 是很有研究 可以他一声当中呢 就是最酷爱的就是推手 虽然刘老师力量很大 但是从不以力胜 推出人去非常舒服 有时候推出人两三丈 很少有人摔倒 他自己就是说比较舒展 一个大方 还有一个他那个就是浑身一体那个连贯 形成他一个自己独特的一个风格 就是说极为松柔 极为刚强 刘晚昌一生廉洁清贫 身体力行 他广交武林好友 既能造诣精湛 被誉为一代武术大师 得一双心 风范有存 应该继承他的这个尚武精神 另外继承他特别是他这个武则 他不记得诗 就是在这方面是应该是 包括我们现在的所有人都应该 都应该学习的吧 纪念大会嘉宾发言之后 主办方安排了精彩的武术表演 表演分炮录表演和太极推手表演 各种拳刀推手 表演内容丰富 一彩分成 表演优优独播剧场——amin 现在您看到的就是无视太极拳表演 表演者叫张南平 是刘婉仓的徒孙 早年得到刘老的亲自指点 看那一朝一世 我们可以领略到 无视太极的特点和魅力 刹那间对刘婉仓老先生的 缅怀之情也油然而生 他做了一个看字非常平淡 实际就像就说 你看着没什么 实际上你慢慢体会 因为我跟他学生18年 就一直不在那里 所以我对他呢 就先理解吧 我祖父生前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人 他对自己和对家人要求的非常严格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是要以做人为基础 最简单就是什么 一个是要诚实 另外对人要友善 爱憎要分明 这就是给我们的最大的教导 精彩的表演吸引着在场的观众 兴透之时 陈氏太极拳名家冯志强 还主动登台献议 为现场助兴 在此次纪念活动中 我们还见到了太极拳名家 现任北京市无视太极拳研究会的会长 李炳慈 参及新时期太极拳运动的发展 80多岁的李老 欣然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所谓新的东西 套路要少 要适合于群众 我现在就说 50年代的2040太极拳 它是实际上是给太极拳 开创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传统套路是传统的 但是我认为现在 你要如果把有些传统套路 简化了的话 那么把它的实际上 并没有丢掉传统的东西 今年活动结束 四方冰棚合影留意 记录着相聚的时刻 记录着缅怀的时刻 继承刘老的这个 就是从一个是武技 一个是武德 这样的话 利用现在新的形式 就是一个是有利于全民健康 一个是就是要 打倒社会的安定团结和谐 如果不继承武德 你吸武他就没有这个和谐 所以从这两方面去计时 武德高尚 武艺精湛 弘扬国树 欲挽欲仓 这是一次武林同盟的聚会 一次永不忘却的纪念 人们用言语 用武艺 表达着对先人的怀念 也表达着对中华武术 无尽的钟情和不懈的传承 本期有奖问答题是 本期北京保罗中华武林 报道的武术家卢宝康 是哪个太极拳业军会的首任会长 A 陈氏太极拳 B 无氏太极拳 有奖竞猜 奖品多多 由宏福诺水城提供的免费一日游 由北京无玉泰茶叶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的茉莉花茶 由保罗生物园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 微生物酵素系列产品